我给你普普法 咱们叫公有制国家 你故存在私有 你私人物品 听明白了吧 大家好 我是大树 我红社会啊 在这个社会里啊 埋了很多彩蛋啊 到处给人死亡的惊喜 一位大妈呢 在河边拉这个石墩锻炼啊 一个运气 结果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咱民养人一看这个样子啊 都知道这个不是豆腐渣的问题啊 是大妈内力深厚造成的 结果记者呢 没有一点红社会的精神啊 一点呢都不懂得 红社会的人情事故 那就打电话 追问人家政府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回答呢 就直接描打记者的脸 那你如果不去硬拉他的话 他是不会掉下来的呀 还在开会讨论 后续会去排查 这话说的好像又有道理是吧 如果你不去硬拉他的话 他是不会掉下来的 那照这个工作人员这么解释的话 那么我们国家的基建 就只能是看不能摸 因为如果你摸了 你把它摸断了 这个叫做硬推 我隔着视频呢 我都看到了大妈 被砸懵了啊 我没告诉你政府 你就透着笑吧 结果人政府 开了一场会之后说啊 我们的石栏呢 没毛病 是市民在使用时 用力不当造成意外的 不是工程质量上的问题 我们目前呢 还没有联系上这名女士 尚不清楚其伤情 至于护栏的维修费用 也不会让她赔偿 好吧 红鬼这又赢了啊 其实我也能理解大妈 为什么事后她就失踪了啊 因为面对这种尴尬呢 一般人都不会去找政府索赔 对不对 因为政府没有让她赔 就已经是万幸了 是吧 可是啊 咱一般人看着这样的石栏啊 谁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内力 会有这么深厚 竟然能把它拉断 而且呢 咱们的政府呢 他也没有想过 考验政府工程的 竟然是吃饱饭 没事干的中国大妈 所以作为韭菜的我们啊 能怎么办呢 是吧 就是理解万岁 红鬼无罪啊 你好坏哦 那最近呢 这个红社会的魔警呢 又语出惊人啊 据说看过这个视频的人 都觉得没文化真可怕 侮辱性极强 杀伤力极大 关键他还穿着警服 我就问一下 这么多纸板人员 我今天犯什么法了 宣誓一下 我是黑E230C的学主 你们联合制法来吧 罚吧 这边先收拾一下 收拾吧 我是给他给你找你 是不是 没问题吧 你不能给他啊 我能不能给他 对不起 那是我私人物品 我车是私有物品 你是交通局的 这是运管局的 我给你普普法 咱们叫公有制国家 不存在私有 你私人物品 听明白了吧 所有的东西 干啥 不是 你要看啥 你干啥 你先搜索 你要看啥 你跟我说啥 不是 王上帝老师 觉得我认你 你要干啥 现在告那个战监分局的 不是 我不明白 我不认你们要干啥 打我这东西 你说我手里 请你给个调查 调查啥 调查 你就给张行为 啥给张行为 我们国家 是公有制国家 不存在私人物品 关键他还要给人普普法 咱听听 人民警察说了大实话 装都不装了 这帮孙子 接受的警务教育 原来就是穿着警服 明强 怪不得红社会的魔警 这么嚣张 照他们这样说 老百姓的一切 都是咱们国家给的 怪不得 我就以前听说过 小粉红自己的一切 都是红鬼子给的 没有红鬼子 就没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如今看来 一点毛病都没有 韭菜嘛 都是红鬼子种的 今天要老李牺牲 老李就牺牲 要你财产就要 因为我们的祖国 是共有制国家 是吧 还好我认得着 不然我老婆 不得是他老婆 下面的这个视频 比较烧脑 不过看完后 大家又看到了一个悲剧的陨落 那最近呢 强国反腐啊 他又开始了 一个民营的企业家 被卷入了一个叫做 杨康城副区长放贷贪污的腐败案件中 被中纪委调查后 马上就传出了自由落体的死讯 事后呢 大家就发现这个识啊 可不简单 那这个企业家呢 在史前呢 在自己家的公众号上 就发出了一则 关于自己的遗书啊 他写到800万的存款 所有前期承认的现金行贿都不存在 我当时只是想早点交代结束 草率承认的 证据都是慢慢拆和想出来的 刚好对上纯书巧合 这个呢 是在他凌晨12点写的 在凌晨4点后呢 他又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我本人发誓 没有拿他的800万存款和现金行贿的事情 在里面一开始只是想尽快交钱走人 没想到遇到的是进退两难 审讯小物质有点难熬 太压抑 可能是我的心里数字太差了 度日如年 后面呢还要继续 我觉得太累了 先走一步 这个事情呢 大家都说啊 他是被中纪委逼供逼死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 我们看财经新闻有报道说 他这个妻子说他啊 在他被审讯的期间 他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这说明呢 中纪委啊 确实有高招啊 生理和心理上双重对他打击 让他招供啊 但是仔细想一想啊 一两个小时不让他睡觉啊 说明他心里压力巨大 那么自杀一事也就合情合理了 但是没做亏心事 你压力干嘛有那么大呢 对不对 如果你是清白的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呢 他在他的遗书上说 800万存款根本不存在 这个证据都是慢慢拆和想出来的 刚好对上纯属小和 我们再看朋友圈的一言 我发誓800万存款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进退两难 然后呢 他又提及这个审讯室的这个经历 随后交代自己先走一步了 他以死谢罪 那只能证明这个中纪委是灭绝人性的 他把一个无罪的人逼到这个样子 这也非常符合红鬼的作风是吧 但是呢 这里有说不通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好进退两难的呢 是吧 不至于非死不可吧 所以呢 我觉得啊 这个进退两难 前进呢 无非就是你招供了你坐牢呗 但是判了你 你可以再死对吧 但是退呢 那就是不招供 你的老领导他睡不着觉 是吧 这就非常符合逻辑了 对吧 不然你发誓你没有贪污 但是你交代的这一切 还是猜想 正好又和所有的事件对上 这个说不过去对吧 所以这里面的矛盾就是疑点了 那么我要是警察 我就不能这么结案对吧 所以显然 有人在伪造他自杀的动机 行贿八百万的人他都没有跳下去 受贿八百万的还觉得自身清白的 而且已死证明自己无辜的人先跳下去了 这也说不过去吧 所以只要是证据链丢了 我打死也没有行贿 这就说得过去了 咱说说红社会的企业家 高管红鬼子 没事就玩自由落体 就大家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只要上面一查 下面就飞翔 这些年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事件了 多少人有钱赚 要么是没命花 要么就是又打回了底层的韭菜人生 我经常在想 就在这个政权中 谁是最后的赢家呢 面对红鬼子 我们真的要想一想 只有人类不脑残了 才会让脑残不取代我们的人生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